第38题 超声波以广泛应用在医疗上 下列何者不是超声波的应用 它的选项的BC珠都是老师上课所举过的例子 是超声波的应用 比如说精密的仪器 然后把它能够达到去污式清洗的效果 比如说用声纳来探测地形 比如说在做产前检查的时候 用超音波超声波做产前检查 那么A 用听诊器检查病人心跳声 这不会是超声波 因为超声波我们听不见 而我却听到了病人的心跳声 所以这个绝对不是超声波 所以第38题问我们 下列何者不是超声波的应用 我们答案选的是A 医生用听诊器检查病人的心跳声 这个声音听得见就不会是超声波 自然就不是超声波的应用